成功。 歡迎來到卡路里農場 這次就是我們的甜品時段 去吃自助餐的時候 經常會吃麵包布丁 其實自己吃得非常容易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做的方法 材料有忌廉、牛奶、砂糖、面包、藍莓和鸡蛋 首先把方包塗油上去 你可以塗牛油 面包兩面都掃油 切成四分之一 然後就可以放進焗盤裡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另一個碗裡 將雞蛋打進去 然後就是加上糖 然後將牛奶和忌廉拌在一起 接著就把這個已經混合了牛奶和忌廉的液體 倒進去雞蛋裡 這個時候記得焗爐已經要預熱定了 然後就把這個液體淋在麵包裡 然後我們就把藍莓放進去 你可以用藍莓乾 所以就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不會染到有顏色 用新鮮藍莓 它焗完之後會爆開 然後有些紅色會走出來 但是我呢 就挺喜歡這樣的 焗爐就預熱了180度 然後呢 不用蓋石紙的了 放下去焗它 大約40至45分鐘 都是看回你焗爐的情況 最重要呢 就是令到它的液體凝固了 這樣就可以了 過了45分鐘了 就可以看一下 麵包布甸應該可以出爐了 因為看到它的布甸已經凝固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最後我們留一點的忌廉 淋在表面上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在炒地上 就削出來 再用一點熱烈 你使用水 你趕快按摩 transit 你會不會混但